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读四书五经 尤其写的一首好字 他的管歌题更是堪称清朝一绝 在贤安宫中更是受到其老师吴省亲吴省蓝喜爱 他在贤安宫中学到四足语言以及自创的管歌题 为其今后的政治生涯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和珅凭借自己过硬的本领 即使在科举考试名落孙山之后 仍然以文生人的身份呈习三等清澈都尉 随后凭借着长袖善武的聪明劲 以及善于揣摩圣意的本领 而被乾隆皇帝看重 出为官的和珅并不是如同后世百姓人尽皆知的贪官形象 而是一个尽知尽责的能官好官 再加上乾隆皇帝对和珅的字十分欣赏 受到和珅书法的影响 就有着自如其人的想法 更是觉得和珅可堪大用 乃是一位清廉政治的官吏 也就对他更为看重 可是随着和珅权力的扩大与视野的开阔 逐渐变得贪婪了起来 毕竟在品尝过美酒佳肴、歌舞机器后 谁又能堂而皇之地接受两袖清风的生活呢? 他那一首好字 也就成了他溜须拍马的好手段 乾隆皇帝酷爱吟诗作对 可他吟诗往往随口而出 有时确实不怎么高明 可能脱口而出之后 连自己都不记得自己说了什么 偏偏和珅却一直记在了心里 等回家之后 唐写出来 装表之后 乘送给乾隆皇帝 这样心细如法 还时时刻刻 不忘拍乾隆皇帝马屁的精神 配上他那堪称一决的管阁体 如何不让皇帝圣心大悦 乾隆皇帝很有孝心 对太后往往是每日请安 但有言出 就必定遵守 因此 和珅就经常为太后抄写佛经用以祈福 到如今 故宫博物院现在还保存着一本 由和珅亲手为太后抄写的 佛说无量寿经 乾隆在位期间发起数次大型战争 大搞基础设施建设 并编写四库全书等项目 使得国库日渐缩水 户部成员无可奈何 于是乾隆皇帝就将期望放在了当时只有三十岁的和珅身上 希望这个平时精明能干的臣子给他一个大惊喜 而和珅也是真有本事 并且在这时候 他已经找到了那个独属于他的技能 老前 在乾隆皇帝下江南之时 不仅不从国库支出一分钱 还能让乾隆皇帝痛痛快快地游玩一场 乾隆皇帝得知这件事后对他也就更为其重 能同时受到乾隆皇帝和太后两人的宠信 可以说和珅在乾隆皇帝在位期间达到了未及人臣的高度 可越满则亏 谁满则矣 等到乾隆皇帝驾崩后 和珅就如同秋后的蚂蚱 蹦跋不了几天了 因为和珅在乾隆皇帝当太上皇期间 倚仗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信 把持着朝政大权 结党营私 多次顶撞嘉庆皇帝的政令 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在明面上看出来 嘉庆皇帝的权力还没有和珅大 和珅也在当时被称为二皇帝 没有任何一个统治者可以忍受一个臣子 洗在自己头上作威作福 等到乾隆皇帝驾崩 对和珅恨之入骨的嘉庆皇帝收回权力之后 第二天就将和珅的军机大臣 九门提督两支罢免 并且向天下百姓宣布和珅二世大罪 连带着和珅数十年贪赖的巨额财富也被嘉庆家指抄走 和珅家中的财富多得令人发指 光是白银就有八亿两约和二百四十四吨黄金 古丸珠宝可以说遍地都市 此外还有农庄地气 数十家当铺和钱庄等等 一系列由和珅数十年经营出来的钱袋子 看得那些朝中大臣 为官百姓不由咋舍 一世之间和珅跌倒 家庆吃饱的传言家喻户晓 传遍全国 随之一同传播的还有和珅巨贪的名声 估计乾隆皇帝也没想到他的默许 让和珅积累了如此庞大的财富 他在乾隆皇帝在位期间摊没了如此多的金银珠宝 难道乾隆皇帝真的一点都没有察觉吗? 当然不是 乾隆皇帝可是缔造康乾盛事 并让其达到顶峰的皇帝 其实对于乾隆皇帝而言 贪官好处 一个忠心耿耿又有能力的人 却不好找 和珅同样也知道 他能在乾隆皇帝的宠敬下 慰及人臣的原因 第一个那就是办事得利 和珅善于揣摩圣意 每次都能正确地理解乾隆皇帝的意图 甚至很多事情交给他 就完全不用询问后续 必定将事情妥妥贴贴 因此乾隆皇帝也就更加舍不得 这个好用的工具人 也就对他越来越器重 可光有能力还不行 还得有一点 才能让乾隆皇帝完完全全地放下心来 那就是忠心 对乾隆皇帝的绝对忠诚 让他对乾隆皇帝为命是从 可正因为如此 他也就避免不了得罪嘉庆皇帝 最终难逃一死 面对这样一个又有能力又忠诚的人 乾隆皇帝自然也就会包容他这些小缺点 默许他的贪婪 甚至为了留住这样的人才 为了留住和珅的心 他选择将自己的女儿顾伦和孝公主 嫁给了和珅的儿子 封身殷德 但是仗着他的本事和乾隆皇帝的宠心 和珅越发膨胀 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势与地位 同时也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 他在北京城中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奢华无比的宅院 其宅院内的装潢 甚至可以与宫殿建筑媲美 而这也可以看出 这所宅院的主人和珅的身份不凡于高贵 如此贪婪嚣张 而又飞扬跋扈的和珅 他在朝中早就政敌林立 朝中大臣将其恨之入骨的不在少数 若非乾隆皇帝对其一味的宠心 朝中大臣忌惮着和珅有着乾隆皇帝这个大靠山 估计早就有人打着为国出奸的旗号将其扳倒 在和珅被嘉庆皇帝抄家时 府里能拿的都被前来抄家的人统统拿走 甚至有人还认为和珅有所隐瞒 想要继续查抄 可偏偏有一样东西没人去动 也没人敢动 甚至连嘉庆皇帝都没有收走 直到如今还在公王府内摆着 作为一道景观给游客展览 这件东西就是公王府的镇宅之宝 福字碑 这福字碑也是大有来历 在重修公王府时 有工作人员在公王府内后花园的密云洞内 意外地发现了失踪已久的福字碑 并将其命名为中华第一府 据记载 当年孝庄太后在举办六世大寿使突然患病 御医对孝庄太后的病情一筹莫展 康熙皇帝十分担忧祖母的身体情况 在百般无奈的情况下 康熙皇帝想起了上古有成帝是 请福叙寿的传说 于是沐渝摘解了三天 亲自为孝庄皇后想天赋祈福 三天祈福过后 亲自动笔书写了一个福字 并盖上皇家大印 然而更神奇的是 孝庄皇后收到这幅康熙皇帝亲手书写的这个福字后 臣科滥籍不治而愈 于是他下令让工匠将这个福字刻在石碑上 成为宫内的宝物 在此之后 康熙皇帝几次书写都找不到当时的神韵 所以这个独特的福字 也就称了民间传言中的天赐宏福 因为康熙皇帝的特殊性 这个福字也是唯一一枚不能倒置的福字 而且这个福字还有着特殊的意义 它不同于传统中饱满方正的写法 而是寿长狭窄的形象 为长寿 谐音长寿字 因此也被称为长寿福 即长寿而有福 整个福字也可分解为多子 多彩 多田 多寿 多福 等意义 因为这个福字碑的特殊性以及美好寓意 从康熙皇帝那一代便被保存在宫中 直到乾隆皇帝后期 这一块福字碑却不翼而飞 在乾隆皇帝为自己儿子赐婚和孝公主的时候 为了迎娶这位深得乾隆皇帝宠爱的公主 和珅再一次修建了一座如今世界上最昂贵奢华的豪宅 尤其是在修建西金斋的部分 几乎是用金丝楠木塑造了大部分房屋的主体 再加上其不小的占地面积 看称清朝的九吃肉林 而这座豪宅也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 河帝 几经捣售后也就是如今的公王府 原来正是这和珅为了给新修建的豪宅找一块镇宅之宝 便想到了皇宫的这一块福字碑 于是他动用自己的手段将这一块福字碑 从宫里偷到了自己新修的宅院当中 当时查抄和珅的宅院时 手下报给了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也想将这块福字碑 再次收回宫中保存 可大臣们却劝说起来 认为这一块福字碑 已经被和珅玷污再也没用 且十分不吉利 所以嘉庆皇帝打消了收回福字碑的念头 但到底是认为不吉利 还是有人想要占为己有就不好说了 然而另一个说法则是 和珅将其藏在花园蜜云洞内 从风水学上来说 这一块福字碑 所处的甲山 刚好位于北京城一个极好的风水学上 洞福字碑就是洞龙脉 没有人可以承受这么大一个罪名 也就没有人敢洞这块碑 直到1962年 有考古专家对公王府进行修复挖掘时 这块消失了数百年的福字碑才重见天日 这块碑作为公王府的真原之宝 如今早已名扬天下 吸引了无数海内外的游客 慕名前来观赏 甚至踏印挂轴孝敬长辈 每当有外国首领来访 也会将这福字碑得碑塔作为国礼相赠 这块福字碑 让康熙皇帝的孝心得到满足 也带给了和珅对于权势的虚荣 却挽救不了一个仗着皇恩肆意妄为 贪婪成性 为了钱财无所不用其极的人 最终走向剥落的深渊 偌大的权势和富可敌国的财富 也最终成了一条嘉敬皇帝赏赐的白领 结束了自己贪婪的一生 留下了百年原始梦 念哉往老神的轻叹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